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看到了一条二这么长 有同学说三条 那么到底是几条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么线段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 线段的定义是 哎 具有两个端点的一条直线啊 本来是一条直线 但是因为有两个端点了 哎 向左向右不能无限延伸了 就变成了线段 对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中有多少条这样的线段呢 首先我们来看 这是一条 对吧 哎 本来是一条直线 但是有两个端点卡住了 不能往左往右无限延伸了 所以这是一条线段 同样的道理 这也是一条 对吧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了 经过仔细观察 我们发现哎 有个同学说最长的这一个也是一条 对吧 那么他的端点 这是一个端点 这是一个端点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图中 一共有几条线段 一共有三条线段 那么以前的时候 我们可能看到这一个图 就想到啊 有一条很长的线段 哎 上面还多了一个端点 对吧 除掉左右两个端点之后 还多了一个端点 但是今天 我们就是来数一数 像这样的图形 它到底数量关系是几 所以我们本周要学习的 就是数一数线段 有多少条 或者是图形中 脚有多少个 或者是有多少个图形 我们已经认识了 线段脚 三角形 长方形 等一些基本的图形 当这些图形 重重叠叠的交错在一起的时候 就构成了复杂的几何图形 所以呢 要想准确的 数这类图形中 所包含的某一种 基本图形的个数 某一种基本图形 也就是说 我只数现在 或者是我只数三角形 或者是我只数长方形 那么就要仔细的观察 灵活的运用有关的知识 和思考方法 然后掌握数图形的规律 这样才能获得 最准确的答案 那么这也是我们 今天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主要就是要掌握 数图形的规律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快速看一下 王牌立体一 数一数下面图中有多少条线段 那么我们都知道 线段其实我是可以用它的两个端点来表示的 对吧 我来看一下 在这个图形中到底有多少条线段 我首先要做到的是什么 我要按照一定的顺序来找 刘同学说我看到哪一条就找哪一条 那么这样的话到最后你自己就会方寸大乱 所以我们在数的时候要掌握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呢 要做到不重不漏 不重不漏啊 也就是不重复不遗漏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这一条呢 就要按照一定的规律开始数 首先最左边的端点是A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就来找以A为端点的线段 有哪些我把它写出来 来看 以A为端点的线段 来 AB是一条 对吧 来再找另外一个端点 AC也可以 然后呢AD也可以 所以以A为一个端点的 有几条 三条 接下来我以B为一个端点 或者是为起始的端点 以B为一个端点的 有几条呢 我来看一下 有个端点说BA往左找 BA和AB其实是一条线段 找过了 对吧 那么再继续找BC一条 对吧 来 还有呢 B D又是一条 两条了 还有吗 没有了 所以除掉刚才和ABBA重复的这一点来说 那么其实还有两条 对吧 好 接下来来看以C为一个端点 或者是以C为起始端点的 有几条呢 来 往左找CB 已经和BC重复了 不数了 我们要做不重不漏 对吧 再往左找CA 已经和AC重复了 所以也不再重复了 所以 只能找一个什么啦 只能找一个 CD 所以只有一条 来 看一下 只有一条啊 来看一下 一共有多少条 3加2加1 或者是1加2加3 对吧 这个 我们口算就得出来了 等于几条 6条 所以在这个图中 一共有6条线段 那么我们刚才讲过了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是要掌握数图形的什么 掌握数图形的规律 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一个式子来看一下 数图形它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来看1加2加3 是从1开始的连续的自然数相加 对吧 那么加到谁为止呢 来看一下 加到3为止 3和这个图形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个图形中 我们一共有几个端点 ABCD一共有4个端点 对吧 但是我只加到了3 所以说 我们来看一下 类似这种图形 在数线段 或者是基本图形的个数的时候 它的规律就是 从1开始 若干个连续的自然数相加 加到哪个数为止呢 加到端点的个数减1为止 那么在这个题目中 一共有几个端点 4个端点 那么4减1就是3 对吧 所以加到3为止 那就是1加2加3 如果有5个端点呢 那就加到4为止 1加2加3加4 如果有6个端点 那就加到6减1等于5为止 1加2加3加4加5 所以它的规律就是 从1开始 若干个自然数 相加的和 加到什么为止呢 端点数减1为止 端点数 我用n来表示 n为端点的个数 加到端点数减1为止 所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 虽然我们可以用最笨的方法 用数的方法数出来 但是如果端点数变得多了之后 数起来会非常的麻烦 对吧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这种规律就可以了 直接列式子 有4个端点 那就是1加2加3 好了 就截止了 不需要加4了 为什么 因为是加到n减1 n是端点的个数 那么接下来我们快速看几道具 一反三的题目 来巩固应用一下 来看 第一个 数一数下面图中有多少条线段 首先第一步数什么 有几个端点 也就是n是多少 对吧 有几个端点 来数一数 1234567 7个端点 那么到底有多少条线段 我直接列式子 1加2加3加4加5加6 还要加吗 不加了 有7个端点 我就加到6为止 7减1等于6 加到端点数减1为止 来快速的计算一下 1加2加3加4加5加6 那我可以用什么方法 头尾法 对吧 1加6等于7 2加5等于7 3加4等于7 所以是3721条线段 来看一下这道题目 如果我们用 哎 常规的方法 一条一条的数的话 可能做到不重不漏的话 会非常的麻烦 也非常的困难 容易出错 对吧 但是我们只要掌握了这种规律的话 其实答案很快就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举一反三的练习2 来看一下在这一个图形中 有多少条线段 那么很多同学可能一眼就发现了 这个图形和我们刚才讲过的图形中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 它好像是两个我们刚才讲过的基本图形 做了一个重叠或者是交叉 对吧 那么没关系 我来看一下 我就把它们分别每一个上面的线段找出来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现在被我分成了红色部分和黑色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红色部分有多少条线段 有的同学说三个端点 所以是1加2 那么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这条红色部分上真的只有三个端点吗 红色部分和黑色部分交叉 必然形成了一个什么点 交点 那么这个交点存在在线段上 是不是也可以作为一个端点 来使用呢 可以的 对吧 所以在红色部分上到底有几个端点 1 2 3 4 4个 所以红色部分上的线段 是1加2加3 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 黑色部分上的线段有多少条呢 黑色部分上有几个端点 1 2 3 4 5 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因为这个点 它既在红色部分也在黑色部分 所以在黑色部分的时候我也要把它数到 所以是1 2 3 4 5 6 6个端点 那么就是从1开始加加到几为止啊 6-1等于5加到5为止 1加2加3加4加5 那么这是黑色部分线段的条数 所以来快速的算一下 就等于6加 同样的 这一个我们也可以采用快速的方法 投合为 1加5等于6 2加4等于6 2 6 1 12 再加上中间的3是15 所以等于21条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图形中有多少条线段呢 来看一下这个图形 那么这个图形 有的同学说 好像比我们前面做的两个题目更复杂了一些 对吧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先把最基本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一条上面 只能数出一条的这种线段 先找出来 哪个呀 这个 你看我这块红色的部分 我怎么数也只能数出来一条 对吧 来先把它找出来 同样的道理 它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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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几条啦 四条 再加上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是什么呀 这样的图形 对吧 那么其实 这是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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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端点 它们俩交叉 形成了一个 交点 这个交点也可以作为端点 对吧 所以来看一下 对于 这一条 我把它记为第一条 对于第一个图形来说 它上面有几条线段 一个端点 两个端点 两个端点 三个端点 所以是 一加二 对吧 那么同样的 在第二个基本图形上 有几个端点 一二三 三个端点 所以上面有几条线段 也是一加二 所以乘以二就可以了 因为这两个基本图形 是一模一样的 对吧 来算一下 等于 四加 六 等于 十条 所以在遇到比较复杂的 或者是我们觉得不熟悉的图形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它进行分解 先把我们觉得好数的部分数出来 然后剩下的部分一步一步的来数 或者是一个基本图形 一个基本图形的来数 最后相加就可以了